雷佳音,我上学时候就极度胡歌,最幸运的是遇到徐峥。 随着观众粉丝多样化的发展,很多观众不再是偏爱于小鲜肉小鲜女,萌妹子这些明星人设了,一些比较逗逼的,搞笑的人设也越来越受观众喜欢,比如雷佳音,凭借着一颗大头以及搞笑的个性,经常登上热搜台豪宝,可谓大火一把。 可是也正因为时常上热搜,并且还是因为与刘浩然比头为吹血CP,又壮杂制造型这些,说自己被错认成陆寒等,被很多明星粉丝骂捆绑炒作。 近日雷佳音对这件做了回应,他表示自己真的没有蹭热度,只是很喜欢与网友互动,但是后来也发现这样的形式并不符合自己作为演员的发展走向,并且也给自己造成了一些困扰。 因为出演《我的前半生》里面的渣男陈俊生,雷佳音被关注所熟知,之后电影武侠片秀春刀二里雷佳音的表现则更加让人惊艳,不足的演技加上个人断子手的属性,采访界的年始流。 一时间,雷佳音的路人员爆棚,现在火了起来天时地利人和浪,没火之前,雷佳音也说自己其实满期待可以火起来的,上学的时候看到胡歌演了仙剑奇侠传一夜爆红,他曾经羡慕到不行,在一次采访中雷佳音说,嫉妒胡歌长得漂亮,为什么长得好看就被选上演戏,一夜爆红了呢? 当然后来他也明白了,胡歌并不仅仅是长得帅,而也才被观众喜欢,后来雷佳音去做《两话剧演员》,雷佳音第一次接触电影是名号导演的《黄金大解案》,而这个机会是徐征给自己的,当时自己还不懂什么是电影,一直演话剧,去面试时也是徐征陪着他去的,徐征对他可谓是有着知遇之恩, 本以为自己演的电影以后要火了,然而并没有,虽然小东北这个角色的确不错,但是雷佳音就是美火,而且还被说成了名号导演作品里唯一一个美火的男主, 其实美火跟雷佳音自己的选择也有关,当时他觉得自己还不够沉淀,因为他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像李雪剑老师那样的演员,所以他推掉了很多剧本,选了一条比较艰难的路,开始沉淀自己, 而这一沉淀就是五年,直到遇到了前半生之后,雷佳音想起自己过去的五年,才后悔当时自己没珍惜机会,不过好在现在雷佳音名气越来越大,相信他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以后,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经典的作品,成为一个好的演员。 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。